要拿那個爪咬我 穿上南洋風花襯衫 吊起這蝦子又肥又大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端午節連假到新竹 舉辦公川杯釣蝦大賽 主席今天開播吃肉 都沒來釣蝦 對主席吃了什麼 減重 減重 他說他吃減重不是為了減重 然後這個好笑嗎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笑 那你 就是 主席要給面子 王毅川就是主席 開直播和網友互動很活躍 但這是爆發監控遺孕後 王毅川首度公開露面 日前他改口說節目上分析 是用膝蓋想的啦 但這說法遭到再也窮追猛打 怎麼看再也立我一直打你的節目啦 王毅川低調不多回應 道氏退役少將于北辰 日前上節目表示 王毅川講完有傷害過任何人嗎 為何不能在節目上假設 電視前面不能亂講嗎 有多少名嘴在亂講 但這話聽在NCC主委而立 如果有違反事實查證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有很多相關的法規去處理 NCC這話于北辰不服氣 說共產黨立委徐巧新為了製造節目效果 也常用假設性問題 基於朋友的立場給王毅川建議 我是說如果立法委員可以說他在直播的時候是為了創造效果是罪而已 就是指徐巧新他去踢陳廷飛那個釋馬 他說他只是嘴而已 那我說我建議你 你也可以說你在節目上是用假設的啊 王毅川監控怡雲扯到名嘴言論自由再開新戰場 TVBS新聞無愧延成人挺台北青龍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